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提醒大家今天 虽然说天气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但是在我们的中北部地区 中部跟北部的话云南还是比较偏多 不过大家放心 这个降雨几率不算是很高 东半部的话因为是影风面的影响 所以会有局部连新的短暂暂与出门 要记得期待雨距 那么另外特别注意是我们的这个南部的话 要特别留意之夜问差会比较明显 南部的话其实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这个温度上升的速度很快 但是在入夜之后 温度下降的速度也很快 另外中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细旋浮为例 PM2.5的浓度值是比较容易偏高 那么到礼拜六的话 东北风还会再增强 所以中央来说未来四天的话 礼拜五之前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但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周末这两天的话 北部跟东北部又会再转成有雨的天气 那么中南部的话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 其实今天云量不算是很多 只是有一些偏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阴风面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系 那么也因此 其实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但是雨势不算是很明显 那么到明天的话 东北风逐渐减弱 慢慢的转成偏东风之后 东半部云量还是很多 那么西半部的话 其实主要是受到在这个中国南方 有一些比较浅薄的云系 东移过来的影响 所以中部以北云量 也会稍微有点偏多 但是这些云量其实带了水气 都不算是很多 所以其实造成降雨的几率 并不是很高 所以最主要的话 西半部稳定 东半部的话 是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 稳定的天气 预估可以持续到礼拜五 接下来礼拜六 还会再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那么这波东北风的话呢 还有会有这个微弱的风明云系通过 主要影响时间 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 主要影响范围 在我们的台湾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还有这个东部 都是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范围 中南部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天气变化的话 最主要是在我们的北部 跟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外几天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 不太容易下雨的天气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的话 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有变化的是我们白天中午的高温 那么这个主要也跟天气有关系 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 像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天气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话 白天的高温就可以上升的比较高一点 再重新一下 这是北部的这个气温 那么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因为云量比较偏多的关系 所以温度就有点降下来了 到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温度还会再升上去 那么低温的话 大概都是维持在15到17度左右 高温的话就会因为这样子的起伏 而有的时候比较温暖 有的时候感觉比较凉 所以在穿着方面还是要多加 要做一些调整 那么在南部的话可以看到 气温比较没有明显的变化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天气没有明显变化 所以低温大概维持在20到21度 中午高温 大概都还是可以来到27到29度 但是每天每天的这个日夜变化 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 早速晚归添加保暖 以我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那么未来四天 容易下雨的地方的话 礼拜四礼拜五最主要是我们的东半部 因为是银封面的关系 所以云量比较偏多 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因为东北风的增强 所以在银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甚至是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量都是比较偏多 那么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会有局部地区 这个可能会有局部雨势 稍微比较明显一些的这个感觉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其实在北部跟东半部 还是有一些降雨的几率 你要特别注意的还是低温 夜晚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尤其是东北部大概是16到17度 加上还是有一些东北风 所以感受起来还是会有点凉意 要特别注意 那么到明天的话 最主要是转成偏东风之后 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中部以北的话 云量是稍微有点偏多 那么中南部还是要注意的 实际的温差会比较明显 另外要特别留意的就是空气品质 是有机会到达橘色提醒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要特别的留意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